嗨,我是AV大熊Muchbear 今天為什麼是這樣開場呢? 因為我最近買了一支很有趣的東西 這一支呢 很多年前就出過了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說 原來台灣這麼容易就買得到 因為我是最近陪著小房子去逛一些 健身用品的店 然後才看到這一支 就把它帶回來了 我已經做了兩天了 應該有一點點的效果吧 一點點 所以呢 就是想說把這一支拍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 志祺給他做的時候覺得 他的姿勢好像越做越猥褻 不過效果上還不錯耶 而且時間不用太長 就是短短的 稍微就是讓肉比較緊實一點 也算OK了啦 那就來做看吧 他的第一個動作呢是 這樣 然後我通常都是直接就是一直做 然後做到就是 手痠了 累了 然後再來做 休息的運動 其實這個東西的運動量 會讓死超爆痠 會痠爆 我通常都大概做這樣子 就覺得已經很痠了 我現在手臂已經超級痠的狀況 然後做好了以後呢 就會停下來 然後做一下伸展 伸展開來 稍微再伸展一下 因為會超爆痠的 然後我的第二個動作呢 是 這樣子放到後面去 啊這樣子 哇 這個真是每一次做都好酸喔 不過這個東西真的 自己一個人做的時候 會覺得 越做越猥褻 猥褻到不行 啊不行 這個 這個 基本上這個動作 才做像剛剛這樣子 現在有這邊 還有後面這裡 就已經痛 會痠到會痛了 所以它運動量其實還蠻大的 就要稍微做一下 伸展一下 拉一下 做一些拉動作 讓手結束 彎一下 因為我大概 上網看了一下 它的幾個動作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的第三個動作呢 就是 這個 握著然後這樣 shake shake 這個啊 一隻手其實也超級痠 這邊整個都 超痠的 因為它也蠻重 因為我買的是男生版 它有女生版的比較輕 可是女生版的我們用起來就很奇怪 那 因為那個 抽筒的東西就會超快 超詭異的 然後這樣子 玩 左手玩的時候就換右手 shake 自己看外面自己覺得超危險 好 超爆痠的啦 做好了以後就會放下來 然後做一下 拉近的動作 雖然說這個東西 現在我這樣做起來看起來很輕鬆 可是其實 它的重量還蠻重 它好像寫 5磅喔 它才5磅 可是 因為它有那個搖的力道 然後有那種就是 重力速度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 還蠻重 手會蠻鬆的 我通常呢就是 剛剛那樣子就是一組 目前我大概只能做到兩組 而且 兩組都是 不計時間 因為通常都是講過什麼 這樣子就剛做到30秒 可是 對於初學者剛玩 像我這樣剛玩的來說 30秒都是不可能 反正就是搖搖搖 然後搖到覺得酸了 我就會先停一下 就是 避免說 對肌肉啊 或是關節啊 或之類的 會造成 肌肉 會造成散泡 不要 不要 就停下來 做一下 伸展的運動 伸展一下 而且它這個做法是 在搖的時候 或幹嘛的時候 絕對不能夠像這樣 耍肩 這樣子的話 只是覺得錯會造成這邊的 受傷吧 已經一個多禮拜沒有開 沒有拍影片了 想說今天來拍一下這個好了 因為 最近有一些事情讓我 剛剛好像 靠 我好像很常發生事情 結果也沒有啊 就是一些小事情 然後還有懶惰兵發作 所以就是 三個禮拜就沒有發影片 喔 第二組好痠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 而且 它這邊是亮面的 灰質讓我 照到我自己 看到那個 表情真的很可怕 因為平常自己在做 絕對不可能這麼嗨 一邊講話 一邊這樣子做 所以表情一定是 最後一邊 威脅到炸力 就差不多咬到 脊肉覺得 痠 然後第二組 就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不過我今天想要來試一個 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 我剛剛在網路上 看它的一個新動作 所以我做來試試看 不知道狀況 效果如何 它呢就是 拿著 然後側面 拿著 我的側面好胖喔 不要啦 就是 可是 可是這個動作 很像在 不過這個動作比較不會痠 因為它是動到 這裡 錢幣 所以它這裡 比較會痠 這個動作超級很像 在後面 欸不行我會笑到做不下去 這部影片應該也不太需要剪吧 反正也才八分鐘 我應該會直接把這部 直接整個放下去 這部感覺懶得剪 所以 就是 很Dirgy的一個 見證器材 可能稍微 跟我年紀差不多 或大一點 應該都會有看過這個 只是說我一直都很好奇 好不好用啊 能不能用啊 或是說我不會造成傷害之類的 所以都沒有 就是 以前看過很心動 後來 就是消息慢慢淡掉 然後就 沒有去找這個東西 然後 才一次看到就覺得 可以喔我可以買下來玩玩看 因為 在 運動人品店的時候 他有放一支試用 我在使用上 我覺得還蠻不錯 這個 如果是想要練大肌肉的 這個就是 除非就是 在家裡面稍微 運動一下 就是讓 手臂緊實一點 對 OK 那今天這一支 搖擺靈的 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應該會繼續做下去 之後可能還會再 再 找個時間再拍一下 我就是 使用一段時間之後的 成果如何 那 下一支影片呢 我已經準備好 要開箱什麼東西 大概 兩樣吧 呵呵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我是MV大叔 Muchfair 如果喜歡我的話請記得 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